全球正面對著氣候變化、土地和水自然的問題 我們都意識到要為保護大自然出分力 大自然保護協會自1951年成立以來 利用科學技術解決地球所面對的挑戰 目的就是保育所有生命賴以生存的土地和水域 建立一個人類和大自然和諧發展的世界 他們今年獲頒女志和獎、世界文明獎的持續發展獎 我們不擁有土地由我們的祖父 我們取得它們從我們的孩子們 我們看到世界的災害災在世界中的一千萬種類的危險 那些特別的地方是有種重要的環境 但我們也認識到那是不足夠的 我們的世界在改變,氣候在改變 所以掌握著氣候變化也非常重要 大自然保護協會重點關注氣候變化的問題 包括收復森林和栽種樹苗 利用科技與政府、企業和當地的夥伴合作 進行環境收復和提供可持續的食物和水源 在超過400位科學家和100萬位會員的協助下 大自然保護協會持續與橫跨六大洲的72個國家合作 2018年在香港後海灣開設了 他們第一個蠔椒修復試驗計劃 評估香港蠔椒的生態效益 以及發展本地蠔的養殖工作 他們相信科技可以改變社會 將已經破壞的地球拉回正軌 以建設一個健康移居的城市 我認為這是我們的責任 尤其是我們長的責任 我們長的責任 我們長的責任 有經驗的經驗 學習從這些經驗 分享這些經驗 和年輕人的經驗 給他們的教育 支持和採訪 他們需要 讓我們做不同的決定 我們可能有做的 學習從錯誤 和建造成未來的年輕人 The Lai Chie Wu Prize in Sustainability is an incredible endorsement of the work of the Nature Conservancy. It will bring visibility to the Nature Conservancy, to provide solutions to som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to create that envisioned future where people and nature thrive together.